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又想介绍多一个非常简单的养生动作 我刚刚上一段影片教你们 我们在小美子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月位 第一个月位就是肾月 由于我上一段影片比较匆忙 一时间将两个月位的位置调转 非常不好意思 现在就澄清 在手指、小拇指的第一节位是肾月 第二个才是命门月 但我们每次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月位都会按压 而今次要介绍的一个动作非常简单 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勾手指尾 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勾手指 你将两个尾指互相勾住 然后互相拉扯 5秒钟 然后放开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力度就是跟着你自己 你不会感觉到痛的 即是你拉 互相拉它 然后5秒 然后放开 而你不会感觉到拉到手指痛的 那这个力度就已经可以了 只要给一些刺激的月位 因为两个月位都会同时受到刺激 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化的心脏 以及强化我们的神脏 可以帮助止夜尿 还有如果有时有些女性 生完BB之后 亦是很容易会有尿肾这个问题 这个神月也是有帮助的 而那个命门穴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化心脏 如果是有心律不正 又或者是那个心脏机能衰退的人 那是非常适合去做这些训练 去加强我们的心脏 和加强我们的肾脏 那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那你每次就是勾住手 然后用力去拉 勾住手指尾 然后用力去拉 就是5秒 然后就是放松 然后又再做5秒 那每次就做50下 那接着呢 一日是可以做2次的 那时间方面呢 就是没什么所谓的 那所以呢 其实你自己有空 坐在这就已经可以做的了 那除了之前教你用尾指去做那些运动之外 还有今次这个勾手指尾这个动作之外 其实平时呢 我们都可以多加运用我们那个尾指的 那例如有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 那你揭书呢 都可以尝试用你的尾指去训练它的活动能力 当它多些活动呢 其实都一样是会刺激到那些穴位的 那 那除了可以帮助揭书呢 也可以有时候我们去购物的时候 如果是一些比较轻便 就是比较轻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手指尾这样 刚刚的勾住的 那样一样可以在生活中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强化那个手指尾那些穴位啦 那好啦 今次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our channel 那还有我又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